第七十一屆卫生大会WHA21号与日内瓦举行 对于台湾今年第二度没获得邀请与会 马来西亚桥界日前在吉隆坡召开记者会 在亚洲台湾商会总会长张文州带领下发表声明 郑重呼吁世界卫生组织不该因政治压力将台湾排除在外 我们对世界卫生组织因政治的因素 为邀请台湾参与2018年世界卫生大会深表遗憾 台湾的医疗水平应该受到世界大会的认识跟支持 因为我们要跟世界接规 为了预防疫灾的传染 为了人类的健康着想 我们台湾也应该参与这个世界 江文州表示台湾2300万的人民卫生权益不应该被忽视 若将台湾排除在外恐成为全球防疫缺口 驻马来西亚代表张继婷感谢桥界热情力挺 也希望透过桥界发挥影响力 今年的台湾比没有受邀来参加 我们在马来西亚 我们的台商我们的桥界的特别自动自发的 可以说是从马来西亚各地 有的是做飞机过来 有的是马上就一起的来声援 我们中华美国台湾 另外为了感谢台商总会 在今年2月捐赠超过新台币10万元 协助花雷地震的救援工作 张继萍转交侨委会颁发的感谢状 给亚洲台湾商会总会长江文州 及顾问丁仲晨 感谢观看